高雄民生醫院開錯刀事件 持續發酵 後續還爆出 醫師疑似為了粉絲太平 漏洞越補越大 主刀醫師不但開錯刀 還被查出就連同一書 都是事後才補簽 涉嫌病例登載偽造 交到衛生局加重處罰 涉嫌病例登載偽造 經人省會議處 再寄一大過 共寄兩大過於免值 這起誇張事件 從護理師到主刀醫師 五個人都被懲處 網路卻流傳醫院人員 爆料的截圖 說是主刀醫師太性急 自己到病房推病人去開刀 所以整個刀房包含麻醉科 都沒有檢查首圈 但衛生局還是強調 是醫師逾越常規流程 親自指揮病房工友 推病人進開刀房 他自己電話裡面就講了 我現在和病人一起下去 我是市立民生醫院 他主管機關是誰 是衛生局 導致他們變成都是在 官官相互的情況底下 推那個工友出來背鍋 接受這個 這個該醫師的這個指揮 所以這個 這個陸醫師要負最大的責任 除了如此大的包 醫師事發當天 卻還在臉書上PO文 甚至附上手術相關照片 及自拍 絲毫沒有開錯刀的緊張感 各位民眾大家好 我是民生醫院胸腔外科 陸西平主任 還是會照影片 大談自我保健觀念 他就是這次主導的胸腔 外科主任陸西平 學經歷相當豐富 不但是臺大醫學博士 也曾任臺大醫院主職醫師 從北到南都帶過不少醫院 全都是主任級別 沒有想到有三十年 致力的權威醫師竟然犯下 開錯刀的敵己錯誤 扯是很扯啦 因為他們沒有按照流程走 這個出大事出人命的話 他們沒辦法 有醫生的市值 稱他不齊啊 他在他底下裡面 護理人員長期不足 對 護理人員流動率高 雄強外科名醫蘇一峰 也翻出民生醫院的徵才網頁 發現開刀房等各個單位 都缺護理師 而且免工作經驗 直呼這樣能不出包嗎 事發後陸西平 在民生醫院的看診 已經全部停止 除了免職處分 移赴醫師承接會外 涉嫌偽造病例部分 恐怕也還有法律責任 要面對 民視新聞最後完成感冒 高雄市報導